注意看,这个机器人剪掉了小兄弟,成为第一个机器太监 早晨那钟响起,弗莱却把班德的小兄弟当成开关 他将公司变成家,早餐来一碗狗粮填饱肚子,边吃边开会 吃饱了再冲个澡,飞船的排气筒成了他的吹风机 大伙忍无可忍,将他扫地出门 弗莱心情低落,便一重大餐都提不起食欲 班德邀请他去机器人公寓,竟然是一个两平米的房间 他只好蜷缩在地上,睡得脖子都歪了 莉拉带他们找了个水下公寓,住在这里,还能和张语怪亲密接触 他们又坏了一个四位公寓,只要摔一跤就别想站起来 教授的同事有房子出租,这里宽敞明亮 还有一台300寸的巨木电视,两人兴奋地租了下来 终于有了家的感觉,亲朋好友为他们庆祝乔迁之喜 扶来顺手吃了一根迷你香蕉 龙虾哥端上来一盘大打谢钱,这是用他的身体做的 小黑直接吐了出来,坐在电视剧达到高潮的时候 突然没了信号,而且整栋公寓都受到影响 管理员发现,原来是班德的小兄弟干扰了信号 大家将他赶了出去,弗莱却不想回到两平米的小黑屋 班德心灰意冷地离开,他日渐消沉,脸上长满了铁锈胡子 夜下也开始漏气哦,他讨厌这个无能的自己 班德来到弗莱的公寓,掏出一把大剪刀,要剪掉自己的小兄弟 班德成为了机器人太监,弗莱报警帮他找回了小兄弟 警察嘲笑他太短了,这也配叫大宝贝 他们还是搬回了机器人公寓,弗莱打开俗长室 这很巨大,班德,为什么我不能住在这里 在一个房间,啊,人物